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千万不要把大部分福报兑换成吃穿用 损服折兽,太不值得 有人说,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花,不把钱花光享受,不是白赚钱了吗 物理学上有能量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在福报上也有用的 季晓兰讲到案例,两个妇女,生辰八字都相同 按理来说,福禄是相同的 但一个人嫁给了豪门,有钱,一个嫁给了贫穷人 有钱的女的年轻时都很风光,到了晚年,却落下了双目瞎的毛病 老公病逝,顽景一般 那个贫穷女人,一辈子劳碌,没有享受多少福报 但顽景也很好,可见,这个福报的能量是守恒的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福报的 但这些福报是有定数的,你要是提前享受 消费了,透支了,那老年就没有福报,就很凄凉 那要是慢慢地用,不享受,这个福报仍然存在,不会消失 晚年也能用得到 所以纵然有福报献钱,也要珍惜 防止提前用掉大量献钱的福报 那么命运就会变得越来越苦,晚年非常受罪 所以我们要学我们古人先贤的智慧 我们古人的人生规划,强调少年的时候要赔福 中年的时候要造福,晚年的时候再享福 少年要赔福,就是从小教育孩子要节俭 节俭是圣贤的教诲,福田从心耕 当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圣贤教诲 念念就会替人助享,替人服务 他有这样的存心已经是在积累人生的福分,福报了 中年要造福,在家庭中,夫妻和睦,孝顺父母 以培养孩子的德行根基,在工作上尽心尽责尽力 晚年才会享福,在晚年,父慈子孝,子女成才,儿孙满堂 身心健康,竟享天伦之乐 晚年享福才是真正的福报 这也是人生的真正智慧 比如在城市里,富人吃得很好,起居还有庸人 但往往身体不好 因为福报都通过吃,通过别人的服务,给消耗完了 那有些农村人,一辈子劳作,到了晚年还要劳作 看起来是辛苦命,但色身偏偏健康 你看他没有福报嘛 其实是福报存在健康的色身里了 天地之间的物质,最为宝贵的还是色身啊 色身健康,才能更好修行 至于钱财,也只是让生活变好而已 补品再好,不如胃口好 车再好,不如双脚自由健康好 色身的健康是大福报 很多人吃越多东西,色身越不健康 都是因为福报被吃消耗了 那色身怎么健康呢? 人吃多少东西,都要珍惜,不要透支 没有大福报,偏偏享受 这时就是透支,把未来的拿来用 甚至把色身的健康乃至寿命拿来换 古人讲的,削减福报 有福报的人,减少福报 没有福报的人呢,就减少寿命 人没有福报了,寿命就少了 最后就是早药 用寿命去换成自己享受的东西 这就是于师的表现 你看,这也是能量的守恒和转化 那以后看到人享受福报,也不要羡慕嫉妒 更不要去学,应该要学习人们怎么珍惜福报 福报跟上来了,色身才能健康 以后智慧才能开发 千万不要把福报兑换成不必要的吃的 穿的,用的 太消损了 现在讲几个公案,作为参考 一,袁廖凡居士妻子惜福 袁廖凡居士的妻子是一位善女人 有一年冬天,他得儿子做棉衣 家里本来有丝棉 他把丝棉卖掉,换成棉絮 辽凡先生问他 家里有丝棉,为什么要换成棉絮 他说,丝棉太贵 卖了可以把钱送给别人 反正用棉絮也一样可以饱满了 凡先生听了很高兴 因为这样做就不愁孩子将来没有福 二,杀生饱足口腹治愈折服 反面例子 古时候,有护妇人在孩子满月时 请客大白酒席,杀了许多生命 之前,有位算命先生给孩子算命 说他一生的命运如何如何好 可是孩子活到两岁半就死了 妇人埋怨算命先生 本来以为他算命很准 为什么这次没有算对 后来遇到一位有道高僧 高僧说他折服太深,服尽而死 相比起古代 现代人为自己的孩子从小到长大的人生历程中 父母的宠爱可谓是亲其全部 但这也是在提前透支自己孩子的福报 以后他们走向社会中 经历的困难就会相对多一些 经历的磨难会多一些 三,丧命是吃播 极尽透支生命福报 还有前一两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吃播文化开始走红 所谓吃播 就是面对镜头大吃大喝 他们吃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越是山珍海味与饕贴盛宴 越能吸引广大网友的关注 但是 一些吃播的玩法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如意吃播王先生直播时逐渐增加食量 王往一天就吃一顿饭 平均两天直播一次 半年多的吃播生涯 但他的体重也从200斤升到了280斤 疯狂近视导致的恶果不仅仅是体重增加 王在直播前突然身体发麻 头晕目眩倒下了 医院经过连续七天抢救 仍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人来到世界上 吃多少都有定数 哪怕是百万富翁 还是乞丐 吃得一分 命中少了一分 那浪费糟蹋一分 命中就少了十分 上天最看不过的 就是人糟蹋和浪费 人的一生能吃多少 能用多少都是有定数的 不是我们有钱就可随便浪费消耗的 不要透支身体 请学会放过自己 当你用生命福报去换取财富 不过是在凝视着另一个深渊 四 饭仲淹 吸服舍服 以下是吸服舍服的势力 宋朝的范仲淹读书时 心中念念想着救济他人 后来他做了宰相 把自己的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一天 赡养一个家族几百户的贫寒之家 他的几个儿子请求他买一所园宅 他说 京城里的大官园林很多 主人也不能经常去游园 谁会不准我去游他们的园林 何必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 范仲淹晚年把自己的住宅改为天平寺 用来新虫三宝 他的几位公子共用一件好的衣服 外出时轮流穿住 范仲淹出将入巷数十年 所得俸禄全部用来布施周济别人 所以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 而他的四个儿子都做到公亲的官位 各个能继承复制 舍财救济他人 因此范家的曾孙贝也极为发达 有人说 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花 辛苦挣钱不用来享受 不是白赚钱了吗 我们可以通过比喻来思考 比如一个农民对住粮仓响 这是我自己种的粮食 当然因享受 不把它吃完不是白辛苦一年吗 这显然是愚人自觉后路的做法 不为明年留下种子 最后只会饿死而已 可见 不顾及后果的过分享受 将会耗尽福报 给自己的未来和后世 带来无量的痛苦 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辛苦一点 省下来的钱让别人享用 有这样的善心 将来才能利益无量众生 心中应常常记挂天下苦难的众生 常以福报回向 其实 不需要少吃 也不需要天天吃萝卜咸菜 只需要将自己碗里的食物吃干净 只需将盘中的菜吃掉 不用煮太多 也不用讲究什么排场 有时 过多顾及面子 要让人家瞧得起 反而很快地消损自己的福报 让人贬低 何必为了别人的说法 折损自己的福报呢 当这辈子浮想完了以后 谁知道哪天 自己会不会也成为鸡鸣中的一员 吃得越少 心也越多 越聪明 同时 寿命还延长 古代人说 所食欲多 心欲色 年欲损 所食欲少 心欲开 年欲益 就是吃得越多 就没心眼了 全塞住了 最后还减少了寿命 吃得越少 心也越多 越聪明 同时寿命还延长 目前 我们都有东西吃 都有衣服穿 有时甚至是很高档的食物 很高层次的享受 可并不代表我们会一直享用住 当我们有这个福气 能够衣食无忧时 我们真的不应该浪费 浪费真的是一件很确得的事情 毕竟 有太多的人没有东西可以吃 还在过着饥寒交迫 衣不避体的苦难生活 有太多的贫困地区的人 还挨饿受冻 甚至天天遭受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生在福中不知福 生在福中不惜福 生在福中在折福 不仅不懂得吸福 却还一直在追求更奢侈的生活 希望很多的钱 希望买很多的东西 其实一个人 哪里需要用那么多的东西 当别人都还在忍计挨饿 你却在将一桌桌的饭菜 丢到垃圾桶 想象那些皮包骨的人 饿得眼貌惊心 却趴在地上 看着你将食物丢掉 你真的忍心到了吗 天人同理 这样的人谁喜欢 天也不喜欢 于是以后做事不会太顺的 应该发的财也会削减不少 只不过现在的人不理解 不知道罢了 为力有勤固 不另进施舍 身急诸受用 三世一切善 我们都是大成修行者 应当念念 关怀众生的苦难 想到自己享福的同时 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 连饭都吃不上 为什么不能省下自己的福报 是给诸母友情呢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